從夜晚到日後 在黑沙灣污水廠對出的海面 水質雖然沒有明顯變差 不過污水廠已經暫停運作了一整天 更換損壞管道的工程 還在24小時趕工 有附近居民擔心 施工期間直接派入大海的污水 會對周圍環境有長遠影響 沒有想像中太誇張 都想接受到 有時比今天更臭 早上跑步 看到這裡污水很厲害 有藍有龍 五環六色 我們到黑沙灣海邊看過 發現海水比較混濁 雖然沒有特別難聞的臭味 不過就有不少垃圾在海面飄浮 至於污水廠工程方面 環保局說 原定施工三天 每日工作八小時 後來經行政政官批准 改為24小時施工 不過從24日上午開始 工程進行了一日半 還未宣布完工 期間有幾多未處理污水流入大海 當局也未有公佈